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时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2年的5月8日 这几天我向国内各行各业的朋友了解了一些情况 特别是上海的近况,猛然领悟到一个真相 习近平一手搞疫情经济,非他个人的口袋 一手又打土豪,找金融系统的人要钱来填补国库的空虚 他可能觉得金融系统没有他的人 所以他想怎么搞都可以 殊不知搞垮了整个金融系统原先的运行秩序 伤害的是中国经济 比如今年他还指望靠大基建来拉动GDP 这个美梦怕是要碎了 事情是这样的 金融圈的一个朋友今天给我发来一个消息 说江苏省5月1日发了一个通知 要追缴城投融资违规获利 倒查6年,限期15天 首先,城投是什么呢? 城投的意思就是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 就是城投公司 比如上海就叫上海城投 比如杭州,它就有杭州城投 那么倒查6年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6年内 国企融资平台向外的借款 每笔的成本都要重新核算 付出去的融资顾问费 如果政府觉得太高 让你在15天内退回来 但是具体太高的标准是多少 几个百分点呢? 哎,没写 完全看政府的需要 可以随便认定 而且如果你不在15天内 主动退回所有款项 那么对不起 可能就要对你采取某些强制措施了 这个事儿其实不是刚发生 上海的一些融资中介 去年已经被端了不少了 现在只不过是延伸到其他省份区罢了 但是这种业务水是很深的 因为小翠我以前就从事过相关的工作 所以对这里面的门道比较清楚 我觉得有必要拿出来要说一下 我化繁为简 给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这类业务具体是怎么开展的 比如上海某个成头公司 有一个项目要融资10个亿 先找银行 银行直接贷款 这个是最简单的操作 我们称它为第一种融资通道 但是有可能这个成头公司 在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用完了 那么这10个亿他就去找信托公司融资 这时候信托公司说 没问题 利率年化10% 融资顾问费2% 答应就签合同 大家看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叫融资顾问费的东西 通常这个融资顾问费 不是直接交给信托公司的 信托公司会找个金融中介来收这笔钱 这个操作其实我在以前做的最干的纯干货节目 房地产金融中有提过 房地产公司融资和成头公司融资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那么这个融资顾问费为什么要交给一个金融中介公司呢 其实这个金融中介公司就是负责分赃的 比如10个亿的这笔业务 2%的融资顾问费就是2000万 成头公司老总可能拿去了800万 信托公司老总也拿去800万 剩下400万给金融中介做通道费 以及缴税做账的费用 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是一桩很容易赚钱的大买卖 我这里拿信托举例 其他的融资渠道 比如私募基金等等都可以这么操作 唯一的共通点就是 都有一个中介公司收了一笔融资顾问费 现在江苏省政府出台的这个文件 就是要干掉这些金融中介 要他们把这么多年收的融资顾问费吐出来 而且险期15天 我想这又是皇上想出来的馊主意 他应该是问了他的智囊团 整个金融界谁最有钱呢 他们是怎么赚钱的呢 我们可以搜刮来哪些不易之财呢 于是这帮智囊团就想出了拿金融中介开刀的计策 但是就如我刚才举例的 通常这种金融中介都只是负责分赃的托而已 国企的老总信托公司的老总分去了大头 但是走账的时候全部是走的金融中介公司的账 比如刚才那笔业务 金融中介公司业务费用会支出1600万 而后再把这些钱以现金的形式送给两位老总 所以你从账面上去查 只能查到金融中介公司收了2000万的融资顾问费 好 你现在要人家在15天内把这2000万钱交出来 他去哪儿弄这么多钱呢 弄不来这笔钱就被你抓进去坐牢 那要么就只能跑路 要么就只能把这些老总一起给供出来 但是你要举报这些老总 你要提供证据啊 你这么多钱都是现金给人家的 你有什么证据呢 除非你留下了视频或者录音 否则你是很难定罪的 他们可以抵赖的嘛 上海的一些金融中介公司去年就被端的差不多了 因为这种业务做的最大的就是上海 接下来呢 就是浙江江苏广东啊 反正等着都是会轮到的 现在呢 是刚刚发展到向金融中介开刀 但是我大胆推测 下一阶段 银行也不会幸免的啊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普通的银行贷款 它同样存在利益输送 而且方式更加隐蔽 我照旧拿刚才这十个亿的业务举例 假如走的是银行的融资通道 这家国企直接找银行借了十个亿 利率年化6% 通常这么大一笔业务会挂在某个业务员身上 这个业务员大概能获得500万以上的奖金 因为每个银行的绩效考核不一样 我这里大概采用一个平均数500万左右 那么这500万钱它能全部拿走吗 当然不是 这种业务员通常是行长的心腹 行长会告诉他 500万全部给你算费用报销 这里算费用报销是为了避税 如果直接发成奖金的话 那税就交死了 然后行长会说 你去准备500万的发票 把这些钱弄出来 你留下一百万 400万给我 税点你包去 我还要打点给国企的那位老总 所以等于这个业务员只是拿到了100万的业务提成 但是他当年的账面收入是500万 那么接下来如果要倒查国企以前的融资成本 翻出这笔业务 上头觉得当年6%的利率太高了 觉得这里头一定有猫腻 一查银行的业务费用 发现业务员拿走了500万的费用 就要那个业务员把500万吐出来 否则抓你去坐牢 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么一折腾下来会产生一个什么很坏的结果呢 那就是以后啊 没人敢做融资业务了 我今年做了 没捞好处 明年也可能被你抓进去坐牢 那谁还敢做 而且大家要知道 这种业务不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能接触 能做下来的 都是业务精英才能掌握好所有的操作细节 疏通两头的关系 而且还要是领导们的心腹才行 所以接下来各种融资业务会全面瘫痪 风险太大了 没人愿意去干 没有了融资业务 皇上的基建怎么搞下去 是不是我说的 破坏了金融圈的游戏规则 也就是破坏了中国经济的活力 那就注定只能是一潭死水了 我想皇上只是听到了这些脑残国师们 告诉他的这条金融圈身材之道 但是他根本不知道 他这么做会产生什么连锁反应 因为我们皇上毕竟是胎教经济学毕业 所以他想不到这么远 现在金融圈的集体反应就是 习近平你一个人可以贪 但是我们大家所有人 底下的人全都不能贪 那你自己下来把所有的活都干了吧 你不是爱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吗 你不是爱鞠躬尽瘁死而后移吗 那你就学学人家诸葛亮 虽然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但是人家好歹混了个千古流芳啊 但是看您现在这个体型啊 也不像是个时少而是凡的样子 所以皇上您还得加油继续干啊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